所報導的現在目前呢 只有廚師的手有驗出這個米酵菌酸 所以針對這樣子的結果 知名法醫高大成就說 這樣看起來更明確了 就是廚師呢在案發之後 再回頭去整理食材的時候 導致二度沾染 所以他認為廚師一定知道 是什麼有問題 不是 他在穿什麼命的事 然後去砍到 然後把我們查到 所以表示這個東西 並不是很常見 我的感覺就是 所以你還是認為廚師知道 是哪一個有問題對不對 我的感覺 他不是知道他心裡有數 因為人家說 他不是這個 所以他趕得青青 然後我招在那裡的手 所以他趕快養准米酵菌酸嘛 是不是這樣 可能是有啦 不是沒有 不然你經過四天 你如果不中等 你又沒有洗手 這不可能 你如果一開始就摸到 你經過四天 你會放棄了嘛 沒有你也吃到 沒有你也洗手 所以是不是青的過程 再去砍到 再這樣砍到 可能就成了 好 所以這個意思是 廚師沒有洗手嘛 不然為什麼還能夠驗出毒素 對此呢 這個北市的聯合醫院 衰豐醫師就解釋了 這個米酵菌酸呢 它適合在廚房裡面生存 而且呢 其實很不容易被清除乾淨 而且呢 就算是極度微量 都能夠被質譜儀 給檢驗出來 不過呢 就在食品中毒案 還在查詢的同時 寶林咖啡館的 饒河創始店面 鐵門外面呢 最近被貼了這張粉紅色的紅單 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張台電提醒 電費沒有繳的通知單 原來呢 是因為寶林饒河店 三月份的電費賬單 6300多塊 但是因為 曲曲未繳 因此呢 今天開始這個店面 也被停電 不過剛前面就聊到了 現在目前呢 食材的檢驗結果都是陰性 但是呢 檢警調查 認為呢 是廚房管理沒有標準SOP 疑似呢 有新舊食材混放 所以釀出問題 因此呢 讓代班廚師 用到了有毒的食材 因此呢 相關單位 現在也要持續追蹤 敬明代班的廚師 寶林案 虎姓代班廚師 和周姓主廚 全都列為被告 現在檢警調查 認為廚房管理鬆散 是問題主因 第一線機材員的回報 就已經有跟我提到 這樣子的情況 產品的一些標示 雖然有標示 但是據說機材員抹了一下 那個標示的漆 就掉了 所以標示 那個機材員的回報 是看起來 他的食物的保存等等 不是很完整 所以他在這方面 也有限期改善 而且的確 當下也有看到一些 國載條 他是放在室溫之下的 研判寶林 因為租月在3月31號到期 即將結束營業 加上廚房 沒有標準作業流程 SOP 要求食材先進先出 甚至周姓主廚 將新舊食材 混放問題 導致代班廚師 誤用已經出現毒素的 代銷毀食材 才會釀貨 判斷起來可能是 這個已經用完的那些 果粉 或者其他物質 那這個是主要的元凶 再過來的話 就要去了解說 整個燈條跟儲存的過程當中 是否有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說比較異常的現象 代班廚師 誤煮過期 或是果條退冰放太久 都是減進追查方向 這個老實講 到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我們並沒有把握 說能夠直接去做 這方面的證明 但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可以做一個推論 就是可能的狀況是什麼 就怕保齡中毒案 演變成食安選案 薛瑞仁強調 一定會有結論 給大眾一個交代